这个女孩慌忙地从男友家中跑了出来 手里还攥着尚有余温的内裤 顾不上周围人异样的眼光 女孩逐渐加快脚步 只见黄色的内内随着女孩跑动的身姿 不断地在空中摇曳 仿佛在述说着女孩内心的屈辱 可想而知 女孩刚刚经历多么可怕的事情 女孩名叫孝良 是一个天真单纯的女高中生 青春期懵懂的她 对爱情充满好奇与幻想 孝良有一个刚刚交往一个月的男友 单纯的孝良就连接吻该露出什么表情都不知道 但是每天放学与男友缠绵的这段时光 让孝良感觉非常幸福 但是男友却不满足现状 提出邀请孝良去自己家斗地主 虽然男友的请求让孝良感到震惊与不安 但是在青春期荷尔蒙的作用下 懵懂的孝良还是答应了男友的请求 对于斗地主一无所知的孝良 找到好闺蜜商量对策 对于世界平均出体验的年龄 是17.3岁这个观点 两个闺蜜给出的观点截然相反 冷淡的长发女一脸嫌弃地表示 这种事情对他们来说还太早 大胆的丸子头则认为这个岁数有个孩子都不奇怪了 不都说第一次打扑克会很痛吗 不安的孝良询问 丸子头这是真的吗 只见丸子头拿起面前的玻璃杯 拜托这怕是会死人的吧 看着眼见的玻璃杯 孝良不惊吓出一身冷汗 于是忐忑地说道 为了明天的战斗 三人来到内衣店挑选内衣 看着琳琅满目的内衣 孝良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选好内衣 好友还不忘为孝良加油打气 终于来到试炼的日子 来到男友家的孝良 紧张到手足无措 想要找话题来缓解尴尬的气氛 这时男友已经默默拉上窗帘 仿佛像是断了孝良的后舞 男友一步步靠近孝良 孝良害羞地躲开 此时的孝良试图努力保持冷静 不料转眼间竟被男友推到在床上 看着强势的男友 孝良努力克制 男友的手不断在孝良的身上游走 孝良开始慌了神 直到最后一块 遮羞顾被男友无情地扯下 孝良再也忍受不了羞耻感 狠狠地推开了男友 捡起掉落的内裤 疯狂地搏门而出 回到家的孝良内心久久不能平复 将内裤狠狠地塞进垃圾桶 也许这样做能够稍微 减轻自己的恐惧感 这是闺蜜传来简讯 询问战况 看着闺蜜的祝贺短信 也许是对未知的恐惧 又或是青春期的焦虑 孝良再也抑制不住泪水 倒在床上 失声痛哭起来 有些人表面上 是个人畜无害的翩翩公子 背地里却拿着女孩的针槽当作赌约 哭了一夜的孝良隔天来到学校 周围人异样的眼光 让孝良感到诧异 于是孝良准备出去透透气 这时却恰巧碰到了男友 正当孝良想为 昨天的不辞而别解释时 男友直接无视自己走开了 随后闺蜜们慌忙找到孝良 并表示 社交网站上 正在封传孝良的八卦 原来单纯的孝良为了第一次大战 竟然为后花园除了草 但是这件事 只有自己和男友知道 于是激动的孝良追上男友 准备问清楚这件事 来到天台的孝良 正好看到男友讨论着 关于自己的赌约 面对孝良的质问 男友竟然还在狡辩 面对步步紧逼的孝良 男友终于卸下了伪装 试问孝良昨天为什么走掉了 明明后花园的草兜除了 并表示与孝良交往 单纯是为了与朋友 一个月拿下孝良的赌约 说吧 警告孝良不要再纠缠自己 便走开了 听到这些话的孝良备受打击 羞耻和懊悔瞬间涌上心头 眼泪疯狂地在眼眶里打转 到处都是议论自己的声音 羞愧难当的孝良 躲进了生物室 原本沉浸在爱情中的孝良发现 原来自己只是被当成了一件物品 想到这 孝良明白了当时逃跑的原因 再也抑制不住悲伤情绪的孝良 大哭了起来 就在这时 角落里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打断了哭泣的孝良 这个男孩叫做幽 是个孤僻古怪的男孩 看着哭泣的孝良 幽没有选择安慰 而是自顾自地说着 为什么那些愚蠢的男生 只会把女生当成物品 并表示动物界都是雄性吸引雌性 为什么到了人类 吸引异性的却是女生 男生难道不行吗 还扮认真的表示 要给自己除个草 听到这的孝良终于露出了笑容 随后又邀请孝良一起喂鱼 看着眼前的单纯大男孩 让孝良暂时忘记了 不开心的事 毕竟谁能拒绝一个治愈系男孩呢 回到佳德孝良 看着网页上的信息陷入了沉思 隔天孝良找到闺蜜 并为自己成人未遂的世道歉 闺蜜安慰笑良 为那样的渣男并不值得 想通了的笑良 认为自己是被奇怪的网页倒的焦虑 甚至鬼使神拆得出了草 振作起来的笑良 为了下一次能够勇敢面对 决定开始学习打扑克的知识 这个女孩突然被抢吻了 这本应该是浪漫温馨的一幕 却不想下一秒女孩 便蹲在路边疯狂的呕吐 并大口喘着粗气 女孩名叫袁冲 是一个对情爱毫无兴趣的冷淡女 经常以无聊的人自居 这天闺蜜三人 照常在咖啡厅开茶话会 说起青春期的男女 永远避开不了就是男女的话题 袁秋表示自己从来没想过恋爱 更没考虑打扑克 甚至想想都会觉得恶心 但这一言论 立刻遭到了丸子头的反对 这个世界还有不喜欢打扑克的人存在吗 看着两人不断纠正自己的观点 袁秋发自灵魂的提问 这是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原来是袁秋的发小康泰 看着热情打招呼的康泰 袁秋表现得异常冷伴 但在好友的助攻下 两人还是交换了联系方式 回到家的袁秋 很快就收到了康泰的情绪 两人自然而然地聊起了天 康泰鼓起勇气 邀请袁秋周末看电影 但此时的袁秋却犹豫了 正正地对着手机屏幕发呆 隔天笑良知道袁秋被邀约 鼓励袁秋勇于尝试 也许爱情比他想要美好多 还自顾自地为袁秋加油打气 看着好友不遗余力地鼓励自己 袁秋决定迈出一步 便答应了康泰的邀约 周末很快便到来了 不得不说精心打扮的袁秋 也别有一番郁闻 来到电影院 默契的两人 宛如相处已久的情侣 看着绅士的康泰 袁秋也会露出小女生的表情 不经意的触碰 让康泰对眼前的女孩更加心动 电影结束后 康泰对袁秋进行了深情的告白 回到家的袁秋 袁秋由于刚刚的生理排斥 久久不能平复 不禁让袁秋质疑自己是不是生病了 隔天袁秋向闺蜜们 讲述了昨天发生的事 面对闺蜜的连番挑逗 袁秋面露难色 并生气地说道 难道不喜欢恋爱 不喜欢打扑克就不正常吗 那我就是有病 说吧便气冲冲地离开了 世界上有这么一种人 叫做无性恋者 是指对他人没有性欲 或是无法产生爱情的一种性取向 全世界大概有七千万的无性恋者 仅倒国就有约一百一十三万人 如果你的朋友中出现了无性恋者 你会怎么办 与闺蜜意见不合的袁秋 信心地独自离开 袁秋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病了 于是开始检索与自己相关的症状 竟然发现真的有和自己一样的人 为了验证自己是不是无性恋者 袁秋来到图书馆 试图寻找相关的书籍 异常的行为引起了一旁生物老师的注意 了解到袁秋正在寻找无性恋相关的书籍 生物老师将袁秋带到了生物部 两人来到生物部 老师将关于无性恋者的书地给了袁秋 忐忑地袁秋接过书 并向老师坦白 也许自己可能就是无性恋者 听到这样回答的老师先是一愣 随后语气平静地对袁秋说道 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 无性恋者也分很多种 有人感受不到爱情 有人无法喜欢上别人 甚至有人会对打扑克感到厌恶 袁秋询问老师 即使接吻后感到恶心也不是一种病吗 老师眼神坚定地回答道 当然不是 看着袁秋仍带疑惑的眼神 老师耐心地讲解 即使是无性恋者 也会有交往 也会结婚 即使不能打扑克 每个人处理感情关系的方式也都不一样 又有谁规定无性生活就是错误的 听过老师讲解 抑郁的袁秋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此时担心袁秋的笑良在门外 听到了这一切 顿感之前鼓励袁秋恋爱的自己多么的愚蠢 笑良找到袁秋 为自己之前无意识的话 伤害到了袁秋而道歉 并恳请袁秋能够继续跟自己做朋友 看着真诚的笑良 袁秋没有过多的话语 而是主动拥抱了笑良 也许友情才是不分男女 维持感情关系的良药吧 想通的袁秋像发小康泰 坦白了 自己是无性恋者 虽然眼前爱慕的女孩是个无性恋者 也许这份爱慕永远传递不到对方的心理 但能够作为朋友继续守护 在袁秋身边 康泰并没有心灰意冷 爱一个人不是战友是理解 这何尝不是一种释然呢 重归于好的闺蜜三人组 再次出现在了往日的咖啡厅 知道了无性恋者的袁秋 对袁秋也表达了歉意 袁秋调侃袁袁秋 厌恶恋爱的我真的觉得 你很厉害 恋爱就没有断过 听到这话三人相识一笑 但不得不说 袁秋的颜值真的很能打 看着选择接受无性生活的袁秋 袁秋思索一番后说道 这个女孩上一秒 还沉浸在 打扑克过后的幸福感中 下一秒却悲剧地 躺在冰冷的病床上 后花园还被看了个够 女孩名叫佑奈 是一个喜欢 在社交软件上烈焰的交际花 单纯恋爱脑的佑奈 竟然和五个人打过扑克 心境赌王要不你来当 最近佑奈在社交软件上 新交往了一个IT男 不断夸赞对方的排技高超 并表示这次是真正遇到了 自己真命天子 看着一脸花痴的佑奈 闺蜜两人表示非常担忧 这天正在如测的佑奈 突然感到一阵刺痛 于是佑奈低下头查看 好家伙 后花园发芽了 回到教室的佑奈 仍然感觉疼痛难忍 于是向老师请假 去保健室休息 孝良和元抽非常担忧 佑奈并怀疑佑奈是不是妊娠了 放心不下的孝良来到生物室 准备向生物老师请教关于妊娠的知识 但在这里只看到了佑 佑看到拿着关于妊娠书籍的孝良 误以为孝良有这方面的困扰 于是关系的说道 你有这方面的困扰 可以跟我说说 一脸尴尬的孝良赶紧解释 是自己的朋友好像妊娠了 听到孝良的描述 佑怀疑佑奈得的是快乐病 于是孝良找到佑奈 说出了自己的怀疑 得知消息的 佑奈急吃惊又害怕 但更让佑奈担心的是 自己会不会已经传染给了男友 回到家的佑奈一直在挣扎 是不是应该把这件事告诉男友 但是害怕失去男友的佑奈 还是没有说出口 隔天闺蜜三人来到女子诊所 经过医生的诊断 确认了佑奈就是得了快乐病 医生表示 这种病的潜伏期只有2到10天 这说明让佑奈患病的正是自己男友 不敢相信 真相的佑奈心情瞬间变得复杂起来 走出医院的佑奈将医生的话告诉给闺蜜 原抽听后心疼不已 并说道 其实自己看到过佑奈的男友劈腿 但看着正在热恋期的佑奈 便一直没有说出口 夜晚一天经历两次打击的佑奈 一个人忧郁地坐在河边 难道说美丽的女人 命运都这么坎坷吗 隔天振作起来的佑奈 找到正在发传单的男友 并大声地说道 并奉劝一旁的妹子 最好也去检查一下 说爸便将男友送的项链狠狠地砸了出去 潇洒地离开了 不得不说 虽然佑奈见一个爱一个 但同时也是敢爱敢恨的性情中人 解决完问题的三人 回到往常的咖啡厅 本以为经过这次事件 佑奈会有所收敛 不料佑奈竟然已经找到了下一个目标 并表示不会再出现这次的问题 呆瓜想说 这是什么软件 请立刻推给我 学乖了的佑奈约上 新男友来到了保健所 并表示 要在交往前检查一下身体 看着向保健所前进的两人 呆瓜觉得打扑克前 检查一下随身物品 没什么毛病 毕竟你永远不知道 他会不会出老千 女孩慌忙地从家里冲了出来 手里还拿着不断震动的快乐棒 不料这一幕 还被附近的邻居撞了个正肘 单大的女孩 在周围怪异的眼光下 朝着学校疯狂跑去 咱就是说 不能换得好点的书包吗 这天半夜突然尿意来袭的 校良准备起床上厕所 但是诡异的震动声 引起了校良的注意 校良向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寻去 那竟然是自己母亲的房间 害怕的校良以为是灵异事件 隔天校良将昨晚的事告诉给闺女 家里一到半夜 就会发出嗡嗡的声音 还伴有低沉的哼哼声 害怕的校良一脸认真地讲述着 听完校良的描述 又耐小声地说道 那个该不会是快乐棒吧 听到这个回答 校良大吃一惊 并表示自己母亲 可是非常避讳这种事情的 就连电视上播放亲密的画面 也会立刻切换 而且觉得女性做这种事 不是很变态吗 听到校良这样说 又耐心虚地说道 也可能有一小部分人会用到吧 又耐啊 你确定那一小部分人 不是在说自己吗 校良肯定地说道 肯定不会有女生 喜欢用这种东西 我的母亲更不可能 如果她真的用了 我会看不起她的 隔天校良在家找不到袜子 于是打开了母亲的衣橱 却发现衣服下隐约藏着什么东西 好奇的校良伸手拿了起来 竟然是快乐棒 而且还是超大号的 震惊的校良仔细地端向 并打开了开关 一股强烈的震动感 瞬间席卷全身 还没等校良从震惊当中缓过神 妈妈竟然近来看到了这一幕 母女俩眼神交会的瞬间 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 房间里只能清晰地听见嗡嗡的声音 不知所措的校良 拿起快乐棒慌忙地冲出房门 来到学校的校良将快乐棒藏到书包里 但现在的校良内心混沌不堪 完全不能集中精神 就连老师的提问也丝毫听不进去 下课后更是紧紧地抱着书包 生怕出现意外 但是人往往越担心的事情 不会阴差阳错地发生 就在这时心不在焉的校良 被迎面走来的同学撞倒 书包也随之掉落在地 就这样在大庭广众之下 快乐棒在地上优雅地跳着舞蹈 仿佛在抗议着命运的不公 看着周围人的震惊与嘲笑 校良无助地瘫软在地上 母慈子孝的故事 我们听过很多 但你见过女儿送母亲快乐棒的吗 上次说到将快乐棒带到学校的校良 阴差阳错地 将快乐棒暴露在了大庭广众之下 正当校良即将再次成为校园热榜第一的时候 U突然出现 用整骨的方式 为校良化解了危机 并顺手捡走了快乐棒 逃过一劫的校良和闺蜜来到天台 并不可置信地说道 我的妈妈竟然真的会用那种东西 一旁的又奈连忙劝解校良 也许是用来捶肩膀的呢 你看看 这话说出来 你自己相信吗 你干嘛 心烦意乱的校良来到生物部 准备拿回快乐棒 但是由于 刚才撞击导致快乐棒发生了故障 静下心来的校良向U 讲述了事情的始末 并表示自己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自己的母亲 看着苦恼的校良 U试探性地说道 如果没地方去 就留在这里吧 听到这话的校良露出 吃惊的表情 两人相断使 一种暧昧的气氛 油然而生 在两人聊天的间隙 天很快就黑了 U提出要给校良看点好康的 有过阴影的校良虽然还心有余悸 但还是选择相信U 进入房间的校良在U的指导下 躺了下来 就当紧张的校良以为会发生点什么的时候 U打开了星空灯 瞬间漫天的繁星 便都聚集在这个狭小的房间 不得不说 U你可真会撩啊 在满天的星空下 U认真向校良讲起 自愚的起源 听过U的讲述 让校良似乎对 自愚不是那么反感了 隔天 为了帮助校良 打开星节 又约来了生物老师 在老师的带领下 几人走进快乐屋 老师为校良讲解 快乐棒最初是作为医疗器械而使用 在过去女性被认为没有那方面的需求 这导致部分女性长期备受压抑 甚至造成了心理问题 于是精神科的按摩疗法 便愈愈而生 快乐棒就是这样诞生的 说吧老师便随手打包了一个 从快乐屋出来的校良受益肥浅 原来自愚也是呵护自己的一种方式 晚上回到家的校良 对自己之前的行为 向母亲道了歉 随后静止地走向了母亲的房间 一脸疑惑的母亲走进房间 打开了抽屉 好家伙 竟然是最新款的 看着校良留下的字条 老母亲露出欣慰的笑容 隔天校良来到了实验室 感谢了U对自己的开导 但U竟然话锋一转 提出想要抱抱校良 见校良没有拒绝 U直接抱紧了校良 并向校良告白 听到告白的校良红仗着脸 随后也慢慢抱紧了U 但随后U说的话 让校良大吃一惊 这个男孩真的太有勇气了 竟然直播公开自己的性取向 自从U向校良坦白 自己是双性恋的事情 心生戒地的校良 开始有意识地疏远U 也许校良并不是真心讨厌U 只是一时无法接受这个消息 发现异常的闺蜜 询问校良发生了什么 校良介介巴巴地说道 这是我从朋友那里听到的 喜欢我朋友的那个人 是个双性恋 现在他很烦恼 应该怎么办 好一个无中生有 听过校良的话 闺蜜很快就猜到 那个人是U 并半开玩笑地表示 如果你跟他交往吧 那情敌不是 直接翻倍吗 一旁的袁秋 似乎不太想参与这样的谈话 只是冷冷地看着 隔天U来到学校 发现周围人 用异样的眼光看着自己 这边校良在闺蜜的提醒下 打开手机 发现U的秘密 被公开在了校园网站上 担心U的校良冲出教室 看着一直消沉的U 静静地撕下 重伤自己的言论 这让校良更 没有颜面面对U 闺蜜几人来到天台 校良质问 两人是否走漏了风声 毕竟 自己只跟两人讨论过U的事 看着不断猜疑的两人 袁秋说道 你们不也讨论了吗 你们跟议论U的那些人 有什么区别 并表示自己 有点看不起你们 说罢便离开了 也许只有 身为无性恋者的 袁秋才知道 这种事 对U的伤害有多大 意识到错误的两人 来到生物部 准备向U道歉 却只看到了生物老师 看出校良心思的老师 向两人普及了知识 你们知道 什么叫被出柜吗 是指擅自将 某人的性取向 告诉给其他人 你们做的事 某种意义上 已经属于被出柜 而且 这样做的后果 非常危险 有的人 甚至会因此而自杀 听到这个回答的 两人大惊失色 终于意识到 自己行为严重性的两人 疯狂寻找着U 但是寻遍校园的两人 始终没有看到U的身影 直到U突然从校门口经过 看见U的校良 立马追了上去 并为自己的行为 真诚地向U道歉 U没有任何责怪的话 伸出手轻拂了校良的脑袋 这样的U真的 是太温柔了 回到家的校良 后悔万分 明明自己也喜欢U 但是却做出那样 伤害U的事 看着不再更新的聊天框 校良陷入深深的自责 如果你喜欢的人 是个双性恋 你会不顾及他的身份 继续喜欢他 还是会因此而疏远他 放弃这段恋情 这天又难邀请原抽 共进午餐 但仍然鄙视两人的原抽 果断地拒绝了 剩下尴尬的两人暗自神伤 这是一阵骚动 吸引了两人的注意 竟然是U开启了直播 校良立刻打开手机查看 U在直播中 大方承认了 自己是双性恋的事实 并表示 这又怎么样 我喜欢谁是我自己的自由 不应该被人嘲笑 更不该被人议论 我只是 作为一个普通人 喜欢吸引我的人 仅此而已 不得不说 U真的很有勇气 U的一番话 就像是对校良的道白和是爱 看过直播的校良 再也抑制不住 想见U的心 疯狂地冲向生物部 来到生物部的校良 质问U 为什么要这样做 U温柔地说道 我自己主动承认 就不算被出柜了 原来U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减轻校良的罪恶感 这样温柔的U 身为男生的呆瓜 都要沦陷了 只见U再次将 手放到校良的脑底 宠溺的眼神 就像在安抚犯错的孩子 心疼又感动的校良 直接抱紧了U 在U的怀里 留下了懊悔又喜悦的泪数 这边认识到错误的佑奈 也找到原抽 为自己之前的口嗨到了歉 分崩离析的闺蜜团 再次重归于后 回去的路上 U向校良解释道 之前公开我秘密的 是我的前男友 因为接受不了 我喜欢上女生 才做出这种事情 其实这件事 不愿校良 此时校良突然停下脚步 真诚地 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 并向U告了白 随后的茶话会 多了U的身影 不愧是生物王子 U的出现让懵懂的几人 了解到很多的生理知识 与此同时 校良的妈妈的手机突然亮起 手机画面静止地 播放着U的坦白视频 仍旧沉浸在 喜悦中的校良和U 还没有意识到 之后 还有什么样的困难在 等着他们 你知道 岛国的风俗店吗 就是那些打着擦边 合法化的娱乐场所 这个帅气的男孩 上一秒正鬼鬼祟祟的 准备走进风俗店 不料下一秒 就被现任女友抓个正着 这项不像你小时候犯错 被抓现行的表情 事情 还要从又奈新交往的男朋友说起 这天又奈和新男友贵大 为了切磋排记 来到了情侣旅馆 两人牌还没洗 就迫不及待地 准备开始打扑克 可是当贵大正准备四个二代俩王 一波带走又奈的时候 手机突然传来提示音 查看过信息的贵大 突然起身仓促地离开了 只留下一脸猛逼的又奈 拜托 我门都关上了 你跟我说 结束了 生惊百战的又奈 竟然吃扁了 郁闷的又奈找到闺蜜 众人怀疑贵大 可能有心欢了 但又奈说道 贵大一直对自己都很伤心 又奈突然回想起 当时的贵大 竟然没有搭帐篷 这让又奈 不禁怀疑自己的胸襟不够宽广 隔天在生物部的校良 跟幽讲起又奈的困惑 并问道 你们男生都觉得大得好 是吗 尴尬的又回避了这个问题 这时又奈走了进来 拿出手机 并表示 怀疑自己男友真的可能劈腿了 说吧 就准备前去调查 看到又奈男友照片的又 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来到男友学校的又奈 躲在暗处 偷偷观察 看到男友拒绝女生的邀约 还露出满意的笑容 可是随着不断跟踪 事情竟然变得奇怪起来 直到男友停在了风俗店门口 得知真相的又奈气愤不已 在痛骂男友一顿后 选择了分手 再次失恋的又奈 向闺蜜吐槽 前男友就是个变态的脂肪控 为了那二两肉 竟然去风俗店 真是刷新了我三观 并表示自己不会为 这种渣男伤心 但转眼间 面无表情的又奈 一个人忧伤地走在回去的路上 看着手机中和男友的亲密照片 又让又奈心中泛起酸楚 果然表面上的逞强 只是不想承认自己 输得那么彻底的借口 为又奈感到委屈的笑粮 向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气愤地说道自己不会原谅贵大 并表示很想亲口告诉贵大 又奈有多伤心 看着愤愤不平的笑粮 又像是若有所思地 做了某种决定 男人熟练地打开开关 诱惑的光线 便马上充斥了整个房间 男人潇洒地退去衣物 宛如一个皎洁的猎手 却不料下一秒 就被人类最大发明 伤透了脑筋 男人叫贵大 是又奈心交往的男友 表面风度翩翩 犹如情场老手 可你知道吗 他竟然还是一个 没有偷识过静谷的处男 这天优约笑粮在咖啡馆见面 可是当兴致满满的笑粮 来到咖啡馆赴约 却看到了又奈的男友贵大 原来贵大竟然是优的国中同学 毕竟国中时的贵大 还是一个长满快乐痘的残念男孩 相信贵大人品的优决定 约出两人聊个明白 于是笑粮将又奈的想法 告诉了贵大 并表示又奈真的很看重这份感情 你这样做真的伤透了他的心 听到这话的贵大 瞬间失去之前的冷静 并扭捏地说道 我也是真心喜欢这又奈 但仿佛有着什么难言之意 直到幽开口打破了僵主 于是自卑地贵大羞愧难当地说道 从一开始 我这样的人就配不上他 又奈那么开朗漂亮还善解人意 我这样的人 本来就不可能有机会跟他交往 那天看着游刃有余的又奈 心想 尽量让自己显得成熟 但那个反人类的设计我真的酸Q 由于过于紧张 我的帐篷根本支不起来 为了不让又奈知道自己是个处男而鄙视自己 便借着手机信息落荒而逃 于是在情急之下 才想到那样愚蠢的办法 说出一切的贵大 如是重负地长输了一口气 像是堵在胸口的大师终于落地一样 并会恨到 我对我最爱的女孩 怎么会做出这种事 男生真的会因为自己是处男 而感到自卑吗 坦白完一切的 贵大心灰意冷地离开了 却不知刚刚的谈话 被坐在一旁的又奈 全都听到了 明白一切的又奈迫切地跑了出去 用尽全力的又奈 追上贵大 并表示 刚刚的对话 自己都听到了 于是向贵大真诚地道歉 后悔自己完全没有考虑贵大的节奏 只是考虑自己的感受 贵大也道歉道 我不应该因为怕失去你而撒谎 只见 又奈从胸前扯出两片吃剩的早餐品 并坦白道我也骗了你 你俩还真是绝配啊 冰室前嫌的两人终于重归于好 紧紧地相拥在一起 这是贵大的帐篷 终于搭好了 经过又奈的事 又向笑良说道 我希望之后的某一天 我会因为爱你 而想跟你打扑克 你愿意吗 听到这话的笑良胸红了脸 并说道 得到笑良肯定回答的优 竟然也害羞到不知所措 正当两人沉浸在欢快的气氛中时 不料这一幕 却被路过的妈妈撞了个正照 女孩猛地从座位上站起 顿时觉得天旋地转 向她的座位看去 竟然还残留着女孩的DNA 下一秒女孩便猛地栽倒在地步醒人事 这天圆抽像往常一样坐公交回家 由于没有座位 便只能站在过道 这时手机突然接受到隔空投送 毫无防备的圆抽打开了照片 但里面内容下的圆抽丢掉了手机 这时康太及时地搭讪 才让圆抽慌乱地内心平静了下来 原来刚刚竟然有人偷拍圆抽的下半身 康太关心地问到圆抽有没有事 并生气地说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 但两人结伴回家的场景 被圆抽的父亲看在眼里 回到家的圆抽和父亲一起共进晚餐 父亲试探性地说道 圆抽你也到了交男朋友的年纪了 听到老父亲的话 让圆抽先是一惊 之后便是反感 看着父亲不依不饶地 谈论着自己的感情问题 圆抽表示自己吃饱了 便匆匆地回了房间 隔天生物老师找上了圆抽 并希望圆抽参加演讲比赛 圆抽看着报名表 一个想法出现在圆抽的脑海 回到家的圆抽为父亲做好饭菜 父亲夸赞圆抽厨艺精湛 开玩笑地说道 这下不管嫁到谁家 我这个老父亲也能露出自豪的表情 但显然这句半开玩笑的话 让圆抽感到不适 隔天 圆抽向闺蜜表示自己决定参加演讲比赛 又耐询问圆抽 为什么决定参加 原来参加比赛的第一名可以拿到奖学金 还有入学的推荐资格 这样圆抽就可以摆脱家庭 圆抽略带怨气地说道 我可不想再听到什么 关于嫁人的事 并表示自己父亲 肯定不会理解自己是个无性恋者 听过这番话的笑良 找到优 竟然得知优也有这样的烦恼 虽然优现在与笑良交往 让优的父母打消了顾虑 但优觉得自己父母并没有真正地理解自己 之后的日子里 圆抽为了演讲比赛拼命的准备 不论是在家里 学校 还是咖啡馆 圆抽都不会被外界干扰 看来圆抽 是铁了心想离开自己的家 终于圆抽的演讲稿完成了 生物老师看后 给出了高度的评价 并表示非常期待 听过演讲的评委会 露出什么样的表情 圆抽也是信心满满 回到家的圆抽 被父亲质问 为什么这么晚回来 见圆抽没有回答 父亲开玩笑地说道 是康太吧 你那个男朋友我都看到了 你没必要偷偷摸摸的 有什么事都可以跟父亲商量 听到父亲这样说 圆抽再也忍无可忍 生气地说道 你能理解我吗 我是个无性恋者 我对恋爱没有任何兴趣 所以 你每天对我说的话 我都听烦了 便拿出演讲表 表示 拿到奖学金就要离开这个家 说把怒气冲冲地走开了 留下老父亲一个人呆愣在原地 这个中年男人 将自己的社交账号 改成少女的名称 还在公交上四处左顾右盼 你以为他是个变态 其实 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 不受伤害 这天准备出发去参加演讲的 圆抽突然晕倒在公交上 当圆抽醒来发现 自己已经躺在了病床上 不出意外 圆抽错过了演讲比赛 闺蜜两人安慰圆抽下次 还有机会 但懊悔得圆抽委屈地说道 为什么 偏偏这个时候来生理期 并表示我把所有的希望都压在了这次演讲 这算什么 我是个无心恋者 也许这辈子都不会生育 但每个月都要遭受这样的痛苦 简直毫无意义 说罢便转过头去 恢复状态的圆抽 在闺蜜的陪同下走出医院 这时孝良收到康泰信息 并惊喜地告诉圆抽 现在过去演讲还来得及 来到会场的圆抽 发现空空如也的会场 仅剩下几位评委 原来本应该结束的演讲比赛 在圆抽父亲的距离力争下 打动了几位评委 才换来这次机会 而且自从父亲从康泰那里得知 圆抽遇到痴汉 便每天在暗处守护着圆抽 就连圆抽晕倒时 也是父亲将圆抽送到医院 听到这些的圆抽备受震撼 原来父亲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默默付出 也许方式稍显笨拙 但也确确实实地 让圆抽感受到了父亲的真心 于是圆抽站上舞台 开始演讲 没有发现圆抽父亲的孝良 在会场外的角落 找到了默默等候的父亲 孝良邀请圆抽父亲 一起聆听圆抽的演讲 但由于圆抽之前的话 让这个老父亲苦笑着拒绝了 但孝良还是坚持让圆抽父亲前往 并表示 圆抽肯定 希望你能听到 父亲短暂纠结之后 最终决定前往 这边演讲中的圆抽 余光看到了走进来的父亲 一股酸楚涌上心头 但更多的 应该是多了一份安心感 于是接下来的演讲 就像是妇女间的谈心 从前觉得父亲不能理解自己的圆抽 将自己的想法 全部融入到演讲中 这更像是致父亲的一封信 真情流露的演讲 感染了台下的众人 但最触动的还是圆抽的父亲 随着父亲热烈的掌声 会场中 弥漫着能够融化冰雪的温情 比赛结束后 父女两人坐在公交上 虽然 两人之间没有任何话语 但这时 老父亲收到圆抽传来的简讯 看完内容的老父亲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也许根本不存在无法互相理解 只是我们缺乏尝试沟通的勇气 女孩兴冲冲地回到家 随手将便当和递给母亲 却出人意外地将背包中乳胶糖掉落在地 妈妈你听我解释 直接妈妈演技手快 先一步女孩捡起乳胶糖 面对母亲的质问 女孩羞愧难当地冲出家门 事情还要从一个小时前说起 这天幽带着孝良来到商店 并当着孝良的面买了一盒乳胶糖 看着一脸淡定的幽 孝良瞪大了眼睛 两人走出商店 幽拿出一片乳胶糖递给孝良 并表示希望孝良当作护身符袋在身上 保有这可不心带啊 看着一脸认真的幽 孝良盛情难确地接下了乳胶糖 并顺手拿出零钱 表示要跟幽AA制 毕竟这是我们两个人的护身符 兄弟们 你们学到了吗 回到家的孝良 却将自己的护身符掉落在母亲面前 还被母亲知道自己正在跟幽交往 孝良受不了 母亲对幽的偏见 气冲冲地跑出了家门 离家出走的孝良来到闺蜜家留宿 又耐嘲笑孝良 竟然在家人面前掉出那种东西 但更让孝良纠结的 是母亲知道了幽的性取向 保守的母亲肯定不会同意两人交往 这时母亲打来电话 但此时不敢面对母亲的孝良 选择了无视 隔天仍然处于困顿状态的孝良 震惊地发现 母亲竟然找来了学校 不知所措的孝良 误以为母亲是来找自己心事问罪的 但奇怪的是母亲竟然在和幽聊天 看到这一幕的孝良急忙冲上前去 质问母亲究竟想干什么 只见母亲不慌不忙地拿出便当递给孝良 随后便潇洒地离去 这一操作 着实让孝良有点摸不清头脑 随后孝良找到幽 询问幽自己的母亲说了什么 一脸平静的幽表示 只是询问我是不是正在和你交往 并简单地寒暄了一下 随后又说道 放学后我会去拜访伯母 毕竟护身符的事我也有责任 不等孝良思索 便相约放学后见 很快来到放学后 幽早早地便在门外催促着孝良 幽 为什么你能这么淡定 看着准备先走的幽 孝良纵使有万般抵触 也只能无奈地跟上去 随着幽推开孝良家的大门 两人真正的试炼即将开始 进入到房间的两人 本以为会迎来严厉的批评教育 却没想到母亲竟然一反常态 不断夸赞着忧 并表示不会阻止两人交往 正当两人悬着的心刚刚落地 老母亲画风一转说道 人生的初体验究竟是年龄重要 还是感觉重要 呆瓜觉得这个答案永远不是唯一 每个人心中都应该有属于她的答案 这是幽第一次拜访未来的岳母 本以为会遭到孝良妈妈的极力阻止 但三人的谈话 却向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 从孝良家出来的 幽对孝良说道 我本来也没想着 很快就打扑克 既然你的妈妈这样说了 我们也不需要太着急 回到家的孝良仔细地思考了这个问题 第一次打扑克究竟什么时候才算是正确 想不通的孝良 还是决定找妈妈聊清楚 鼓起勇气的孝良来到妈妈的房间 孝良表示 虽然妈妈你之前那样说了 但是因此 对打扑克避孔不谈 我觉得很奇怪 这难道不是在回避问题吗 并质问母亲 难道是因为年龄问题吗 还是我身上带着乳胶糖 见状老母亲激动地说道 打扑克是要承担责任的 不仅可能给你带来不好的回忆 甚至可能导致无法挽回的错误 但孝良渐渐平复下心情 真切地对母亲说道 正因为如此 我才会学习生理知识 乳胶糖也是我和幽在考虑到后果后 为那一天的到来 而准备的护身符 听到女儿这样说 母亲拿出乳胶糖放在了孝良的手上 并说到妈妈小时候 完全不敢跟你外婆说出 任何关于这方面的话题 非常的忐忑无助 那时自己就决定 不让自己的孩子经历自己的心境 没想到 最后还是对你做了同样的事情 并真诚地向孝良道了歉 也许真的很少家庭 能够跟孩子解释关于性的问题 可能是出于羞愧 也可能是出于保护 大家对性闭口不谈 但这样真的是对的吗 经过沟通的母女俩 相互理解了对方的想法 紧紧地相拥在了一起 这天孝良将自己的房间 清扫得一成不染 并精心地打扮了一番 因为今天忧会来自己家做客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吗 看着一脸淡定的忧坐在自己身旁 孝良攒紧了紧张的小手 看着紧张的孝良 忧抓住了孝良的手 并温柔地靠了上去 并表示 如果感到不舒服 随时可以说出来 暧昧的气氛逐渐上升到顶点 两人慢慢拥吻在了一起 隔天母亲在打扫孝良房间时 发现了吃剩的乳胶糖包装 却也仅仅是平静地扔进了垃圾桶 呆瓜觉得打扑克这种事 没必要去迎合别人的想法 每个人都有属于他的时机 顺其自然就好 17.3 这部剧到这里就正式完结了 虽说这部剧充满了报效与槽点 但我个人认为 在生理知识普及上 这部剧制作的还是非常成功 那么 你觉得 人生的初体验究竟是年龄重要 还是感觉重要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